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遇到这样的女人就娶了她 好好对待她 四 愿意给你她的童真 这是女人一生中最宝贵的东西 虽说现在性已经非常普遍 但是如果她能把第一次给你 就说明她真的非常爱你 愿意奉献自己的身体 如果你爱她 就应该好好珍惜她 如果你不爱她 请不要玷污她 毕竟这是一个女人最真的真心 请不要毁坏她 五 愿意付出她的初吻 吻是表达情侣之间爱情的一种方式 当一个女人愿意把她的初吻给你时 就说明你已经是她心里比较重要的男人 就算你不能与她在一起 但是多年以后她也不会忘记你 六 愿意为你洗手做羹汤 俗话说 抓住一个男人的心 先抓住一个男人的胃 当她想方设法地讨得你的欢心 为你去学做饭时 就说明她为你做的事已经非常深了 这时你就应该好好地回报她 不要辜负一个爱你的人 七 愿为你生儿育女 一个女人愿意为你生孩子 这就说明她已经愿意把她的一生都交给你 想要与你携手 度过今生 Essay 判断 那些人愿意 我喜欢 evangelist